欢迎收看本期佳梁实测 我是佳梁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超级保姆车 理想L9 而说起理想L9 我第一想到的三个词分别就是 冰箱 彩电 大沙发 而理想L9就真的只有这三个特点吗 它的售价可是45.98万 那这45.98万究竟花在了哪里 本期节目我们将从客观数据 以及主观感受两层面 对这款车型进行具体分析 看看理想L9究竟值不值 下面我们还是先从外观开始说起 先说尺寸 首先理想L9也算是开辟了 咱国内中大型豪华SUV的先河 在此之前好像没有这么大尺寸的车型 车人长度达到了5218毫米 轴距为3105毫米 这个数据的话 也可以跟奔驰GLS 以及宝马X7去相媲美 但是长度以轴距数据 也要比宝马X7更长一些 尤其是我开的这段时间 在车位上停车的时候 跟旁边的车区被对比 也会发现它的尺寸好大 更像是一台房车的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在现阶段来说的话 在5米2这个尺寸范畴内的 豪华重大型SUV来说的话 基本上其他品牌的均价都在100万以上 而理想L9只卖了一个45.98万 连人家一半的价格都不到 这么去对比的话 它的确有它的独特优势 下面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的几个细节来说 首先这个造型就不必多说了吧 两米的这种前后贯穿式灯 很独特很漂亮 然后细节之处像车头 上面的激光雷达 以及全车 总共有6颗800万像素 以及5颗200万像素的视觉摄像头 而且这些视觉摄像头里 也是分为长短胶的区别 共同去实现辅助驾驶的这些外设硬件 轮胎持续方面也是搭载了26545 21英寸的米其林的PS4SUV专用轮胎 单条售价在2000元以上 像我们今天拿的这是一个墨绿色的颜色 特别漂亮 像墨绿色 蓝色 还有一个紫色 这三个颜色呢 需要加价1万去选购 然后像传统的黑 两个颜色的灰 以及金色 是不需要加购的 其他方面呢 像隐藏车门把手 以及电锡门 四个电锡门都是全系标配 同时像它驾驶员一侧后方的盖下面 是加住95毫汽油的 右侧的盖是快慢充的充电口 同时这两天我在开它的时候 它这台车是具备空气悬架的 上下车的时候 它会主动的降低几公分 然后便于咱们乘客的上车 但是通过我这段时间的使用 我给个建议 如果说家里经常是带老人孩子出门的话 我建议是选装上踏步的 因为它的尺寸从这摆着呢 哪怕是它把这个底盘给你放低这么几公分之后 上车的话 这个门槛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话 我建议是选装上踏步的 下面我们来说它的动态 首先它的动力硬件上搭载了一个 130千瓦 220牛米的前置泳次同步电机 以及一个200千瓦 400牛米的后置泳次同步电机 这么一套动力总成 而它的1.5T的四缸发动机 在这里叫增程器 仅仅只作为发电用 不直接驱动 轮下动力输出 储能形式上搭载了宁德时代的 44.5度的三原理电池包 好 这是它的基础硬件 下面来说一下它的零摆加速时间 首先这款车型是具备一个弹射起步功能的 但是该弹射起步功能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SOC剩余电量不能低于60% 且电池温度不能太低 而且我发现了 理想L9只有在激活弹射起步模式下 才能实现最佳的加速时间 我们使用运动驾驶模式 混动驱动形式 弹射起步 取得了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 5.77秒的最好成绩 这个数据和官方测得的5.7秒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非常优秀 其实这个成绩放在这么一个尺寸级定位 或者说它的这种用车定位环境里来说的话 绝对是绰绰有余 可能你都用不着这么去激烈的驾驶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 从动力储备角度来说的话 日常加速超车这种话 绝对是能够满足的 说完加速再来说一下制动的数据 同样也是在封闭百货道路内 取得了百公里至零沙停距离37.1米的成绩 这个成绩对比同尺寸级别的奔驰JLS和BOMMA X7来说 只能说正常发挥正常水平 而且在它制动过程中 它的这套悬架的平衡性表现也很不错 尤其是我们在紧急制动的时候 车身的一个抚养姿态控制的是真的不错 整个点头自带都不是太夸张 好 两组客观数据说完了 下面再说一下它的日常驾驶的主观感受 首先在驾驶模式上它有三种 分别是纯电优先 燃油优先 以及油电混动三种模式 纯电优先的话 无非就是说先是尽可能把它电池的电量 然后用完 而这种纯电驱动就是满足市区短程代步 而且你充电条件比较完善的情况下 这样的用车成本是非常低的 就是一台纯电车的这种 无论是驾驶感受 以及用车成本方面这两点 然后再往下说它油电混动 这个驱动模式下 其实在体感方面油电混动和纯电驱动的驾驶感受差异 其实是非常小的 或者说感受不出来 因为无论这两种驱动逻辑来说的话 它的实际轮下驱动都是靠电池 或者说发动机先发电 然后驱动电机 然后轮下动力释放 到最终的轮下动力驱动的产物 这种形式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只要不是在亏电情况下 纯电驱动和油电混动的驾驶感受 可以说是一样的 唯独选择差别就是说 纯电驱动市区的话 车的能耗经济性会更低 而油电混动更适合 比如说你的充电条件不是太便利 然后同时还需要降低综合能耗 综合经济成本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混动模式市区代步会更合适 那么还有一个是燃油优先 燃油优先的体感差异就比较明显了 首先在燃油优先模式下 它是尽可能的不去耗电池的剩余的电量 只要你不去伸给油 不急需动力请求的时候 日常驾驶它都是发动机 然后驱动发电机 然后发电机直接就驱动后轮电机 是这么一个串联的形式 供车启动 如果此时你急需动力请求 这个时候发动机依旧会直接驱动 给电机一定的驱动 同时也会释放一定程度的电池电量 共同出力 满足你短暂的这么一块动力需求 但是此时的体感感受 也没有像混动模式或者说纯电模式那么加速那么的暴力 更加的循序渐进的这种加速感 这就是燃油优先模式的体感感受 较纯电和混动模式的感受比较的大 但是在燃油优先模式下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们市区驾驶的话 基本上就不怎么去掉电池的电量了 然后我也测试了一下 它的燃油优先模式下的油耗表现 是每百公里油耗8.5升8.6升左右 虽然对于它自身来说是三种模式里头 最不省油的一个模式 但是你放在这么一个体量级的车型里来说的话 是吧 然后对比一下同价位级 或者说同级别的竞争对手来说的话 这个油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下面再来说一下它的加速的感受 其实这款车加速的整体感受 都是完全倾向于舒适性调教这个取向的 油门踏板的形成适中 脚感是比较偏软的 而且全程都是比较线性的 当我们在舒适模式之下去深踩油门 它的动力依旧会不急不躁的 平缓的给我们释放出来 你就会发现这款车是特别照顾成员的 这种乘坐舒适度的感受 哪怕是你调到运动模式 油门的响应会灵敏一些 但是只要我们不去用它的这什么弹射模式 这种专业的竞速模式去激活的话 哪怕你在路途中来个深踩油 它的加速依旧会很平顺的释放 再像它的这套悬架调的非常的稳 哪怕是我们急加速的时候 车也不会以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仰头姿态去加速 所以开下来之后 我会发现这台车太照顾乘客了 虽然说速度上来了 但是加速给我的感受是很平淡的这种感觉 然后在制动表现的时候 也能体验出它底盘的一个优势 首先它的悬架调度是真的非常软 但是它在制动测试的时候 车的点头很浅 整个姿态真的很特别的稳 这就很不可思议 也能说明吧 工程师在它的悬架这一块 真是下足了功夫 然后说到制动的话 它也是具备三种动能回收力度调节的 哪怕是调到强动能回收情况下 我们松开油门之后 它也会惯性滑行一段路程 然后再去介入动能回收 让整个过程会更加的线性 衔接会更加的无感 所以说它的这套动能回收 日常驾驶感觉你不去刻意的去想 去感受的话 和惯性滑行没什么区别 很舒服 同时在制动功能上 这款车也是具备CRBS高效动能回收的 整个衔接过程都是非常的丝滑 再往下说它的转向表现 首先这款车的转向力度 也是有三种模式的 但是这三种力度差异也不是太大 整体都是比较轻的 而且哪怕是舒适模式之下 它在低速的情况下 转向的虚位也不是太明显 转向指向性这一块还是很强的 转向的回正力矩感也是比较轻盈的 很温柔的这种感受 再往下说底盘的表现 先说硬件 采用了前双叉臂 后多连感独立悬架 同时这款车也是具备空气弹簧 以及CDC主动减震器 这么一套硬件系统 首先前面讲制动的时候 也稍微讲了一下 它的这一套底盘悬架 在平衡姿态这一块 调教的是比较的出色 同时通过这段时间的试驾来说的话 三种底盘模式里 我最喜欢用它的就是舒适模式 没错就是最软的那个模式 其实标准模式和舒适模式的差异 并不太大 都是偏软的 而且对路面 不管是大电波还是小的坑洼 消化的都是非常的彻底 很干净 无论是车内的一个绿震感受 还是车内的一个横向摇摆姿态的话 车内是特别的平衡 毫不夸张的讲 车内成员的感受是特别的细微 连声音都几乎传不进来 尤其是前段时间 我把这台车开到了一个那种 沙石路面 一个非铺装的沙石路面 我就感觉它在亚国那种 碎石路面的时候 更像是碎石路面上 铺了一层软力轻 这种的一个绿震感受 整个高级质感是特别的强 除此之外 它有一个运动模式 运动的底盘反馈表现 差异就比较明显了 调了运动模式之后 它的底盘的确会变硬一点 但是它的硬体现在 这种颠簸的反馈感 传递感上 但整车的整个起伏的 以及绿震的感受 依旧是偏软的 它会刻意的去把一些细碎的颠簸 然后放进车内 除此之外 其他方面的表现 依旧是偏于舒适 偏软的调校 所以说它这种刻意 把一定颠簸传入车内的 这种感受于整车 这种依旧很舒适性的调校 这种匹配的话 我感觉就有点突兀了 这个运动模式 然后再往下底盘侧行 这一段抑制的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高速过扎道的时候 加上它高速行驶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底盘放低 重心会更低一些 同时加上它的主动的支撑性 这一块 使其拥有了一个 更好的侧颈的意志力 也正是因为 它这一套主动的底盘系统 让它高速转向操控的时候 也更不像这种 比较大比较笨重的 这种车颈的那种传统的驾驶感受 再往下隔音机密性的表现 首先硬件方面 前后均采用了双层隔音玻璃 同时发动机的机造起机时 也很难传入车内 同时在高速路行驶的时候 无论是风噪以及底盘的滤震的噪音 也都很难传入车内 就可见这台车隔音做了多厚 好 这就是理想L9动态的表现 咱们进入车内说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理想L9的车内 首先前排最引人注目的 无非就这两块大屏幕了 两块屏幕的尺寸 都是15.7英寸 首先两块屏幕也是得益于 它的两块高通骁龙的 8155的车规芯片的优势 这个流畅度来说的话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对于智能屏来说的话 响应速度解决了 那无非就是另外两点 就是操作逻辑和学习难度 整体来说的话 上手度其实并不难 左边是基础的操作 横向是空调的快捷操作 基本上从屏幕的这个初级界面 就能完成空调呀 以及驾驶模式的这些切换选择 然后像平常咱们日常 不怎么去天天调节的 比如说底盘的高低呀 然后便捷上下车呀 转向呀 这些力度的调节啊 点开这个之后 在2G界面谈出也能直接的去调节 所以说它的这个学习程度 是非常低的 很好上手 然后副驾驶这块屏幕呢 然后经常用苹果的朋友一看 非常的熟悉 就学习的苹果的这么一套 UI 主次UI的这个界面 上手度来说的话 也是很容易的 然后像它后边也是有一块 那个15.7英寸的媒体屏幕啊 两个界面都是一样的 操作逻辑都是一样的 但是两个这个APP是不互通的 这一点 然后说回我的这个位置 哎呀 司机的位置就比较可怜了 没有两块大屏幕了 司机的位置呢 主要的屏幕呢 一个是前面的一个HUD抬头显示 它的HUD抬头显示还是比较传统的 也是特别好识别的 它的HUD抬头显示 其实特别简单 虽然说尺寸比较大 这是一个直观度上的一个便捷性 但是它里头分区很明确 左边是一个平面的地图 就是高德的这一块地图 直接投在上面 然后中间是驾驶辅助的 以及3D建模的信息 右边是实速 特别简单明了 然后再往下 就是这么一块小屏幕啊 显示档位啊 以及这个驾驶模式啊 能耗信息啊 然后这也是个触控屏啊 这样轻轻一触控 就能看见咱们的这些啊 驾驶的技术信息 方向盘的盘幅 其实在这个尺寸级车型来说的话 真的不算大的了 但是我特喜欢 因为特别好握 然后也是电动四项调节 上面的这些按键 也是物理按键 挺好操作的 然后中间这一块 就特别简单了 两个手机的无线充电 像这个 它就是标配的是15瓦的充电 同时它在这个面板里显示啊 你还可以去购买一个快充 后方两个带纤维器的杯架 以及这里打开之后 一个比较浅的置物空间 内部呢 也有一个Type-C的接口 其实我认为 理想L29真正的置物空间 在这一块啊 特别高 而且还有一定的这个浅槽深度 然后门板这边 全部都是用的软蒙皮包覆 植物空间 以及下方的这个 门板的植物空间 是特别的长 能排着放一排水 然后再说回我的这个座椅 座椅以形能看出是非常的大 而且这里还给了一个 这种麦巴赫同款的小头枕 这个头枕是真不错 其实这个头枕成本不高 我建议其他厂家也都学一下 然后座椅的填充很厚实很软 两边这种包覆感都很足 而且座椅功能上也是八项电动调节 四项腰头调节 同时三排座椅 六个座全部支持加热功能 且第一排和第二排都支持通风功能 而且前后排座椅都支持按摩功能 按摩小圈圈的力度也是有三档可调的 力度还是很足的 好 这就是理想L9的前排的表现 咱们去第二排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理想L9的第二排 我先坐到这个位置 因为在理想车型中 这个位置是它的主兵味 配置会更加丰富一些 为了有一定的参考性前排座椅 调到和我1米75身高的驾驶坐姿 齐平的位置 然后这个座椅的滑轨行程 可调的范围还是挺长的 调到最前后 腿部两拳的一个冗余量 来 咱们调到最后 调到最后来说的话 肯定这台车就是 主要还是以前后两排乘客来说的话 大家的空间会更加大一下 咱们还是调到一个中间的档位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 中间的位置 首先第二排的座椅高度 是要比前排更高一些的 视野会更加通透一些 同时第二排的座椅填充 依旧很厚实 像我这个座椅位置 它还是具备一个电动调节的电动腿托 把这个座椅时间往前放 然后能形成一个更为平躺的一个姿势 然后说亮点 踩电冰箱 行 咱先说一个一个说 说踩电 踩电给它唤醒的方式 一就是按前面大屏幕的一个点出开关 给它放下来 其次又说在后排挥手 一挥手就放下来了 关闭的话也可以挥手 或者说在里头点一下 它就可以关闭 然后点上了操作界面 和副驾驶那块屏幕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它的手势交互 可以说是我试过这些车型里手势来说 学习难度最低的 而且也是我学的最快的一个手势模式 比如说咱们这样张开手 这就是鼠标的意思 然后滑平 这种滑平就像你握上之后 滑 往这滑就可以了 然后你想点进哪个节目 或者说点进哪个APP之后 就张开着手 鼠标 然后摸上去之后 这个拳头 拳头摸上去之后 猛的打开 猛的打开 就是确定 就是鼠标 双击 这个意思 当然也可以触碰 同时它也得益于8155的这个芯片来说的话 它可以接那个外摄 可以玩游戏 K歌 同时像第二排座椅 除了按摩通风加热以外 它还具备一个叫 隐音震撼 就比如说咱们看电影的时候 一些立体的 爆炸的这种效果的时候 它会通过一些小振动单元 然后给咱传递到身上 那就是那种身临其定的感觉 好 这就是它屏幕这一块说完了 再来说冰箱吧 冰箱在这个位置 隐音弹出 整个容积还是挺大的 昨天带着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放了几瓶饮料 都没放满 8.8升的 温度的话可以调节到0到55度 主要还是偏取暖这一块 0度的话 制冷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不至于多么冰凉 但是有那种口感就OK 然后往上来说的话 不过就是说是给带孩子 奶瓶 加温 可能是这一块的定位 这里是空调的独立操作 以及两边有 这个Type-C的60瓦的快充口 这个杯架也是给后排使用的 像我这个位置 老板椅也是有一个小桌板的 挺结实的 老板在这里用电脑的话 电源怎么接 电源的话 在这个位置 就是第三排过道 脚下面 有一个220伏 1100瓦的插座 这个位置 同时门板这边 我觉得作为一款这种定位于重大型豪华的SUV 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制氧帘 我当时就在想 它为什么没去设计一个制氧帘 然后我出去看了一下 它原厂戴的隐私玻璃 黑度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达不到制氧帘 那样基本上完全封闭的那种透光效果 但从外面看来也是漆黑 可以说漆黑 好 这就是理想L9第二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咱们去第三排看一下 我们在进入第三排前 先把第二排调整到一个比较标准的坐姿 包括大家可以看前排和副驾驶的座椅的参考 以及 好 过道 调到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位置 腿部 留 两拳 三指的一个距离 坐得比较舒展 然后咱们进入第三排看一下 首先进入第三排 它有一个小台阶 因为这个座椅被我放起来 便于是往上架摄像机 所以说这边的空间不做参考 都以我这个位置来看 首先在第二排座椅比较舒展的情况下 后排这么坐下来之后 依旧有四指不到一拳的一个距离 同时 像这个靠背 它也是电动可以调节的 调节角度还是挺大的 可以这么一个比较舒服的坐姿进行乘坐 如果说前排乘客再往前点 那后排的空间会更加富裕 而且我的脚是可以插在第二排座椅下方的 然后这个脚的话就可以比较舒展的 放在锅道这个位置 刚才我有把第二排的座椅往前调了调 此时我的腿的舒散度来说的话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也能看出 哪怕我的脚是插在了第二排座椅下方 但是这里大腿这个位置依旧是有些许的悬空 但是我觉得这个桌子还可以 并它的宽度空间这一块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富裕的 然后座椅的面积长度来说的话 其实在这种三排六座的SUV里来说的话 它算是挺长的了 挺厚实的挺重车型 后排的配置简单看一下 这个电动调节的靠背 然后Type-C的充电口 以及座椅的加热功能 头顶空调出风口 以及照明灯 同时在这里也有一个不带线维气的背架 以及后方有一个单独放手机的置物空间 同时在第三排也是可以通过手势 控制掉顶电视 这么一套操作的 好 这就是理想L9第三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咱们去后备箱看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理想L9后备箱的表现 其实在这个价位及车型来说的话 电动感应后备箱必须是标配了 后备箱的开启高度 以及细节的调节 咱们可以在大屏幕里头进行一些定制调节 开启后备箱之后 它的空气悬架也会识别到 咱们可能会有一个扳械的动作 它会把这个车尾稍微放低这么几公分 编辑咱们搬切行李 但是我也对比了一下 同样尺寸的这种中大型SUV来说的话 理想L9的这个地台高度 在它这个尺寸级来说的话 不算是太高的 然后目前是打开第三排的一个状态下 咱们看一下后备箱的重身 在这呢有一处细节 我是把这两个第三排座椅 是放到一个非常平躺的一个位置 毕竟咱们如果说第三排座乘客的话 肯定是先照着以人为本 乘客座的最舒服为主 然后再进行空间的这个行李空间的计量 咱们来看一下 此时底层是还有51厘米的内档空间 内档深度 然后顶层来说的话 还有一个咱就贴边来算 大家看贴边来算 15厘米的一个重身高度 也就此时第三排乘客既要坐得舒服 而且后备箱还要放行李的话 可以再放两个小号或中号的登机箱 是没有问题的 满足全家六口中短程出行的行李安排 是可以的 如果说平常用不着这个第三排座椅 咱们可以直接扣着两边 它就可以电动放倒 放倒之后呢 也会和后备箱地板连成一个纯屏 进行空间的拓展 来咱们看一下第三排的一些空间配置 首先这里有一个塑料挂钩 同时下方两侧会有金属的锚点 可以挂一些重物 然后两边都有照明灯 同时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 打开盖板下方 盖板下方是有一个浅槽 以及补胎和维修工具 同时这款车的12伏电源被安排在了这个位置 有个小盖板便于 维护 好 这就是理想L9后备箱的表现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理想L9这款车定价45.98万 这是一个非常取巧的一个定位 因为在这个价位里来说 它是毫无竞争的一个价格 或者换一句话说 就是真看重它的消费者来说的话 没有其他竞争车型可以去对比 为什么这么讲 有两点 其一 如果说论这个体量机 以及这么一套动力操控 以及舒适的这些享受机配置来说的话 可以和它去媲美的车型 那都至少得100多万 其二 如果只论45万这个价位上下来说的话 混动的车型的确有 但是论这个体积 以及豪华享受机配置来说的话 目前来说 还没有哪款车能和它去比的 同时 它还有一个1.5T的增生器 也能满足纯电动车的 这种续航里程焦虑的问题 所以理想L9这个定价 是不与世相争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台车 能够满足你的这些需求 那我相信你也会选择这台车 好 这就是本期加量实测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您能坚持看到这里 我是加量 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